再来关心南台湾的异大开发案 在前高雄县长杨秋新任内核准 但是在县市合并之后 高雄市政府却以容积地板面积 超过了三万多平为理由 勒令停工 监察员认为前后两个政府的标准不一致 今天约寻高雄市长陈菊 了解相关过程 而陈菊则强调这不是政治问题 只是法律见解不同 高雄市长陈菊率领市府相关官员 到监察院说明异大开发案 会议长达两个多小时 异大开发案是在杨秋新担任高雄县长时核准 九十九年底县市合并后 高雄市政府认为异大规划 容积地板面积超出十亿万平方公尺 大约是三万多平 勒令业者停工 遭业者抨击 秋后算账 陈菊强调这是法律问题 而不是政治问题 从最后我们就等司法的判权 那我们今天很清楚的说明整个案子的前后 它跟政治无关 陈菊强调异大开发案跟高雄市政府无关 但施政是延续的会尽最大努力来辅导 而两年前金塔院曾因为高雄市政府 审理异大世界开发案的前后标准不一 违反平等及信赖保护原则 纠正市政府 这次约寻陈菊 希望在法律见解不同上做出厘清 你发给他执照 他依照案图施工 盖了那么那么大的建筑物出来了 你现在叫他停工 要并更设计 有他事实上的困难 不管诉讼哪一方胜诉 哪一方败诉 事情总是要解决嘛 经纬表示 希望能透过纠正促使高雄市政府 迎建筑和业者三方好好协商 记者 李信 陈昌伟 台北报导